冬季转会窗口即将开启,曼联队内一些踢不上球的球员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,而曼联队内的达米安和罗霍两名球员已经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了。 他们都希望在冬季转会窗口离开曼联,去印加可以踢上球的球队,不过两人之中或许只有一人可以离开。 近日,博宁和邮报报道,宁超的狼队非常希望签下曼联的中后卫罗霍,而罗霍自己也希望离开曼联,毕竟本赛季至今罗霍还没有拿到过出场机会,同时曼联方面也允许罗霍在东窗离队, 这种情况下罗霍东窗离开曼联,似乎已成定局,而且此前有媒体表示,曼联有一狼队的中场卢巴内维斯,现在先把罗霍卖给狼队,或许也是为明夏求购内维斯埋下一个伏笔。 自从在欧元被在场上受伤之后,罗霍的状态就大不如从前,再加上欧霍伤病不断,也就让莫里尼奥逐渐对骑士吃了信心,现在罗霍要离开了。 这对曼联来说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,有人走了,自然就要有人来,说不定东窗曼联就会补墙一向后防线呢。 罗霍想走,达米安比罗霍更想走,今年夏天的时候,达米安甚至公开表示过希望回归一甲,但是没想到新赛季开始之前,把伦西亚受伤了,这让莫里尼奥在右边路无人可用。 这种情况下莫里尼奥就留下了达米安,而现在半个赛季过去了,达米安再度希望离队,不过这一次,莫里尼奥可能要再阻止他一次。 达米安希望离开,蔓延高层并不会阻止,他们的要求是收回当初签下达米安时花费的1260万英镑的转会费,虽然达米安出场机会不多,但是他好歹是意大利国角。 这个价钱应该有球队愿意出,但是问题在于莫里尼奥希望达米安下季再离开曼联。 目前曼联右后位位置上马轮西亚状态不稳,达洛特太年轻,一直以来都是爱实力扬担任首发。 但是这样一来,球队左后位位置上就只有卢克肖一名球员了,而留下达米安之后,他可以成为左部的替补,也可以成为右路的替补。 这种多面性正是莫里尼奥看重的,有了莫里尼奥的阻止,或许这一次达米安,又难以离开曼联。 东京转回窗口,有人要离开对于曼联来说反而是好事,没人离开怎么会有人来呢? 上轮比赛曼联虽然输给了曼城,但是球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,有个靠谱的后卫,再加上一个靠谱的边风,曼联的攻防两端,都能提升一个当次,就看到曾在东窗给不给力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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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